- 愛動物 愛音樂 愛錄影 愛分享的盧小B 嗨 大家好 我是愛動物 愛音樂 愛錄影 愛分享的盧小B 這次的企劃是環島錄影 入海邊為主 下陸 我們找營區的時候就是 打開Google Map 離海邊比較近的營區這樣子 當初我們為什麼要選擇環島錄影 你說你沒還過島 想要讓自己再熱血一次 花五天事業 完成這個20歲的夢想 等於是說我們每一天就會換一個營區 東邊 我們先住東邊 然後早上起來換一個營區 到南部 最後去北部這樣 中七十 風七十的特色是 我一開進去的感覺 我就覺得 碧海藍天很像一幅畫 藍天跟海平線是對稱 雲娜都超級立體 你這次後面有點猛 我就是要利用這五天事業 看我怎麼樣 征服整個台灣四個景點的營區 那你現在第一站是哪裡 花蓮 我們從台北出發開了四個小時 然後到了花蓮的風七十 為什麼會選擇它呢 就是因為在網路上他們有說 這是馬爾蒂夫之稱的營區 今天就來幫大家先介紹這個 風七十營區 這邊的位置就是一區 那一區上面 它上面那個告示牌 它都有各個不一樣的價錢 然後最旁邊的可能是位置比較大 所以價錢稍微貴一點 然後一區的話它的旁邊 它有一些特一特二 是因為包區的關係 所以風景也有把它墊高 所以價錢也會相對比較貴 它這邊有一個完美的拍照點 它會有兩個拍照裝飾 我覺得在網路上都還蠻好同的 如果你查風七十一定會看到 一定有人會看到 那邊有一個綠色的小木屋 綠色那邊就是廁所 然後裡面也會有冰箱跟冷凍 我以為這邊是廢棄的地方 然後冰箱 欸有耶有冷凍 做事 冰廁 四個小便走 冰浴間 真是 接下來這邊是女廁 一進來的時候會有一個木頭的 塊木的味道 因為它這邊都是用木頭打造的 然後廁所就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燈光是有點 沒有做事的 它也有附吹風機 那也可以在裡面這邊化妝 浴室是這樣 好這就是這次廁所 但是進去還是會聞到尿燒味 沒辦法讓我好好大便的油 我只能這樣分享 因為它說髒也沒有到髒 然後說乾淨它也是在低調 有過我的低調 然後往下走啊 我這邊用手邊就是F區 那F區它裡面也有三個小木屋 小木屋旁邊這邊是M區 這邊可以直接唸 進去 進去 裡面也有人可以車速G區 網路上好像沒有這一區 所以我不確定它沒有開放 那這邊空草皮是什麼 這邊空草皮就是玩樂的地方 還可以拍網美照 當秋千啊或是什麼 啊 我有 嚇一跳 你們剛剛超真實 B區 B區旁邊竟然是B區耶 它的位置很特別 這樣子 好像可以搭三張吧 剛好這邊有一個VIP的樹蔭底下 B區的C區 它在聞你 它在聞你 真的喔 你好真實 後面是C區 你看它有護草殿的 就是可以搭這種的地方 然後上面架木表 也寫得非常清楚 然後它這邊有小木屋 也有那個廁所 就是在B區的地方 給大草原的人使用 好這就是整個 風七十的環境 這個營區我覺得最猛的 就只有海景 然後實際上廁所啊 各方面的 我覺得就是 看用啦 比較高標準來這邊 當一個衡量 那有過你的地標嗎 那有過你的地標嗎 好 好 在網路上啊 你一定會拿到很多人說 是台版的馬爾蒂夫 所以我就一直很期望可以看到 然後我就看到 我覺得有點過癒 那陰區內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你抬頭看就像馬爾蒂夫啦 我覺得你可能要去到沙灘海邊 才有那個燒尾 我們 但是那個水耶 沒有很輕 因為我們有去過馬爾蒂夫 它那個沙都白色 水又輕 就是 鹹沛版的馬爾蒂夫 對不對 是這樣 因為你去兩邊的價位跟時間差太快 這裡就是 距離我們 陰區很近的地方 它走到底有一個廟 它這裡就叫做 林頂沙窮 公園好像玩得滿開心的 對 我們第一個環島之旅的 花蓮 花蓮海灘 介紹給你們就在附近而已 走路也可以到 好有感喔 給你們看一圈圈 看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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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環島 花蓮站 那晚餐呢 我們不在陰區裡面煮 我們呢 跑到 東大門夜市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要外帶 東大門夜市的 小吃 帶回去 陰區裡面吃 第一站就是 來買 果汁 因為很熱 所以我要先買西瓜子 好可愛 好吃光 一個燒肉炒麵外帶 鋼蟲 蝙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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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買完了 我們現在要回 回營區 我們剛剛買的一些東西 然後再加一些自己的配菜 這樣配合的吃 好 喔 謝謝 還特地幫我打開 謝謝 今天已經有兩家攤販幫我 特地拿出來給我 呀 兩家老闆 好啦 我們回營區去吃囉 我們準備好之後 太陽也下山 所以現在就要開始 吃我們的晚餐 喔 今天真的是辛苦一整天 你們比較暖 嗯 這是我們去佳樂福買的 冰棒 冰棒棍 製製冰棒棍 然後我們就在家裡用解冰之後 來營區到常溫水放這樣 就變冰的 啊 好 開箱給大家看 我們剛剛去買了什麼東西 那這是我們剛剛去韓國炸雞店 我們的小攤販買的 桑魚燒 燒肉炒麵 然後這個是兼職餐的人享用 慢慢來吃 慢慢的一直聽著海風 嘻 你看 海風 收得到嗎 好了 我們剛剛吃完了晚餐 洗完澡 來這個風七十 露營區的感受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環境舒適就是第一排海景 我覺得真的是 爆棒的 要挑對時間來 我覺得會比較理想 第二個呢 就是衛浴環境 它設計的很 可以讓人家偷懶 打死的 模式 我不知道 反正有過為的低調 但是我就一直會隱約 一直聞到尿騷味 冷熱水狀況都是OK的 還不錯 冷水不夠冷 對 因為我們這是夏天來 整個室外溫度是35度 回來想要洗冷水 它就完全沒有冷水 冷偏溫的那種感覺 那廁所門就是 你關牆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驚喜 因為有一種 風 海風 還有點什麼輕時 還是暖暖 有過我的低標啦 OK 它有過你的低標嗎 我跟大家打的打腳 就是沒辦法好好上大號的廁所 那你就期待下一個吧 對 再來的話交通部分 不用交通大聲說 我覺得交通狀況其實算不錯 都算滿好抬的 然後路都大條 Google打好像會有問題 那就 就是台9跟台11的選擇 反正你就知道Google 應該就是都會大 對 不會迷路的那種 對 營族的特色就是我們喜歡的 完全不會出現 一起逛 對 然後這就是這個營區喔 期待我們明天再去第二個營區 那我們第二個營區是要去到屏東 就是台灣的最南部 還沒到最南部一個小時 那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我已經24小時沒睡了 反正我們就是要挑戰 五天四夜的環島露營 這樣比住飯店還便宜喔 看看我們明天的營區會是怎麼樣呢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說晚安囉 掰掰 花水了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天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天 我們要前往屏東的牡丹鄉的營區 在搶太陽還沒起來的時候 趕快收帳篷 鬼魂 是我的藥一直都在愛景 然後我們要到下一個營區 之前呢 我們經過了北回歸線 地標 我不得不稱讚他們公家機關處理的廁所 真的超級乾淨耶 甚至比有些營區還乾 上得真是舒服 反正就是一個簡便型的休憩小站這樣子 來回歸線 差點 我們到了台東 嗚嗚 美麗的台東 阿扯的一親眼看 好啦 我們現在要去吃一家朋友有推薦的包子店 如果你一通海鮮 我們會經過一個 中和包子 中和包子 平時一家 一信門有包子的味道 6點到7點 瘦完為止 還有限量有要充 我要酸菜包好了 然後我還要一個芋頭包 吃個包子 當包子人 然後這邊還有各式各樣的飲料 還有醬料 米淇淋 包子 大概一個掌心大吧 麵皮還蠻香 這個包子 要快30塊一個 很好吃喔 它的酸菜包真的是很好吃耶 它的那個料跟一般的不一樣 我覺得除了那個 蔥餅之外 所有的包子都好吃 然後這樣沿途走走走 我們還有經過 一個水往高處流的一個景點 水往上流 市集 等一下要去用 一片葉子去看看 水往上流市集 前面有一個 奇觀 所以去看看 看 現在的地勢真的是 第一的 這邊是往上走的距離 就是一個小坡 然後現在 往上流耶 往上流耶 往上流 太酷了吧 那邊阿公阿嬤超級多 遊覽車超級多 那對他們也是一個休息點 對 廁所也是乾淨 因為 我在那邊上廁所那個 工作人員也一直在那邊打傷 所以 這個 這兩個點 我覺得大家不要錯過 接下來我們往南走 就看到目的地了 就是我們 要去的第二個營區 第二個營區的名字叫做 旭海 日出 東方 那這個營區的特點 覺得是 很符合我們這次的企劃 嗯 它對面 它真的就是 海邊耶 它過一個馬路 馬上喔 然後它那邊有 兩到三個 拍照的 裝置 應該是有些 公家單位的 設置 是他們吸引的 網客 它設計的還不錯 記得收看下一集 會介紹續來日出 東方 陸入居 環島生活 憑著就是意志利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 下集見 那就請問 等一下